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德怀特·霍华德·李福斯,带领76人,冲到东部第一费城与活塞的比赛,乔尔·恩比德因为,背部竞篮伤体,李福斯让德怀特·霍华德搭档,其余四个先发登场,活塞是东部垫底的余南,就算没有恩比德,费城的硬实力也高出他们一大截, 没想到最终活塞,119比104,暴冷击败了费城,这场比赛不少的费城球迷,认为是霍华德镇守的内戒,出了问题,此一霍华德全场,比赛24分钟,五中二,只拿下5分,四篮板二抢断一盖帽,命中率40%,他在场竞赋23分全队最高,他面对的梅森·土拉姆利全场,比赛27分钟,六中五,拿下10分 十篮板一最高,命中率83.3%,换言之攻防两端霍华德都被普拉姆利打爆了,有球迷不禁会问,上赛季的季后赛,普拉姆利面对霍华德根本就是二流货色,毕竟霍华德是锁死约基奇的存在,上赛季普拉姆利是约基奇替补,有霍华德的球迷,在论坛中 为魔兽抱不平,他的标题是,一个老将点心,第一点打一半,就各种骂,如宽容点发,本来就是,来给大地打替补的 一些时间大地休息,他只能争取大地不在场,时尽量不攻盘 霍华德是联盟,承受双标最大的球员,进攻被打惨,都没哨子 防守体毛就被吹,球迷们应该给点耐心,德怀特霍华德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,他在发挥出色的时候,可以成为制胜的利刃 但在他头脑发热的时候,可以连续进攻犯规,失误,技术犯规,他上赛季在湖人,也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早在1月23日,费城主帅道格里福斯的一句话,就说明了问题 他谈到霍华德,他已经不是,10年前的德怀特霍华德了,他是现在的德怀特 所以,他能够替补上场这点,很难能可贵 这句话虽然刺痛魔兽,但也不无道理,魔兽遭遇了多次伤病 腰椎大伤后,减重好几十磅回归赛场,他能再替补其,出战都不错 顶替大帝打先发,不应该要求太多,只能说德怀特,霍华德,时运不济 他上赛季在湖人,其实打得不错,场均18.9分钟 拿下7.5分7.3篮板,0.7助攻0.45,抢断1.14盖帽 命中率,73%,他与勒布朗的,挡拆杀伤力十足 原本以为来了费城后,西蒙斯也能与魔兽擦出火花 但很明显没有,魔兽本赛季命中率,已经下滑到,58.3% 场均6.5分,下滑了1分,他离开湖人,就滑坡了 这里就不得不说,勒布朗才是最适合魔兽,现阶段的传球手 看看哈雷尔,被位得多么舒服 假如魔兽还在湖人,得有多安逸啊 罗伯佩琳卡修赛晃晃点霍华德,被不少湖人球迷,看作是一个败笔 若魔兽,还在湖人阵中拿点心,湖人的内戒,必然是联盟,最强没有去一 只能说双方,都是损失吧 文言小白,安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